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焕之 1939年的12月 抗日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 这个月的12号这天 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凤化县西口镇上空 突然来了六架日本轰炸机 随着大批炸弹呼啸而下 一时间西口镇内是火光四起 惨叫连连 而在这次被习身亡的名单当中 出现了这样一个名字叫做毛福梅 毛福梅是谁呀 你没听说过不要紧 我先跟您说说他死后发生的事情 毛福梅死后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 当时他在江西赣州担任刑署专员公务繁忙 可是他呀竟然推掉手头所有的工作 连夜赶回西口奔丧 不仅如此 蒋经国还专门让人赶制了一块石碑 上书一写还写四个大字 就是发誓要给毛福梅报仇 有人要问了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 无数老百姓死于日本人之手 为什么毛福梅的死会让蒋经国如此重视和愤怒呢 别说他了 其实还有一个人比他更重视 谁呀 那就是蒋经国的老爹蒋介石本人 不过跟蒋经国发誓要给毛福梅报仇不同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第一时间做出的却是这样三个指示 一 必须秘密发丧 福告都不能发 二 不准葬入祖坟 必须葬在佛殿旁一棵大树底下 三 葬礼不能大办 务必一切从前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福梅 他死后被蒋介石和蒋经国如此之重视 而且父子俩的态度还如此不同 有点想不明白啊 当然了 有的朋友当然知道 有不知道的呢 我就不卖关子了 这个死去的毛福梅身份大不寻常 什么身份呢 您听好了 他是蒋经国的生母蒋介石的原配 既然是生母 那蒋经国发誓要为母亲报仇很正常 可作为原配 蒋介石为什么要下那三个指示呢 要说清楚这个事 得从很多年之前讲起了 毛福梅是西口镇 盐头村人 出生于1882年 他们家世代经商财力雄厚 属于奉化当地的望族 不过 即便是望族 在那个年代也摆脱不了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宿命啊 而当时看中了毛福梅的长辈是哪一位啊 就是蒋介石的母亲叫做王彩玉 在风华西口啊 算是十个大户之中的一个 当时很有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富库 毛福梅家呢 当时也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乡身 那王彩玉呢 就看中了毛福梅的贤惠 毛家的家训是女子无才便是德 所以毛福梅从小就没有文化 但是她的手工活 女工那是样样精通 人呢 也特别贤惠 所以在1901年 也就是毛福梅19岁那年 王彩玉找人上门来提心了 虽然这个时候蒋介石才14岁 小蒋介石 这个提法让人觉得很别扭啊 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确实那个时候14岁的小蒋介石比毛福梅小 但根据当时的这个婚姻习俗啊 南方的父母呢 都爱给自己的儿子 娶一个大四五岁的女人当媳妇 所以毛家也没觉得蒋介石比毛福梅小有什么不妥 那么就这样 19岁的毛福梅和14岁的蒋介石 在双方父母的包办之下正式结为了夫妻 而这段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婚姻 也成为了毛福梅悲情人生的开始 根据记载 蒋介石和毛福梅成亲那天下午4点钟左右 毛福梅坐着花轿来到了蒋家门口 而蒋家呢 也按照惯例在门口放起了代表喜庆的鞭炮 没想到鞭炮放完 一群孩子冲进去捡爆竹地头 而身为新郎官的蒋介石居然也觉得好玩 忘了今天是自己拜堂成亲的大日子 也跑到天津里去抢那个爆竹地头了 这一下弄得新娘子顿时就不开心了 人家放鞭炮 她也去抢那个没抢那个鞭炮去抢 这小女婿干这个事情毛福梅也不太喜欢 因为在当地有人有这种说法 就是这个爆竹这个东西 就是一想之后就没了 所以呢 婚姻跟爆竹要联系起来 恐怕就不能持久 在当地有个说法 叫新郎十地头夫妻男到头 你还别说啊 这事到最后居然还应验了 当时人们都很忌讳这种事吧 那么你说毛福梅当时是个什么心情 结果呢 这个事还在心里搁着没放下呢 他又碰到一件不开心的事 当天晚上本该洞房花竹了 良辰美景好好相处才是嘛 可是蒋介石甚至都没有进新房去看他一眼 直接就跑到他母亲王彩玉的房间睡觉去了 留下毛福梅也是独守空房 如此荒唐的操作 也不知道这个小蒋介石是怎么想的 可能只有那一个解释 那就是他还是个孩子 反正总之就是让新娘不开心了 幸好这毛福梅呢 真的是非常的娴淑性格也好 没过几天呢 心里就放下这个事了 自己给自己开解 认为我的老公 我的丈夫 我的夫婿郎君呢 可能因为还小 贪玩 长大了 成熟了就好了吧 你说这是丈夫还是儿子啊 那么毛福梅实际上没想到的是呢 蒋介石当时压根就没看上他 因为他没念过书 蒋介石从小念书啊 虽然说性格顽劣书念的不够好 但是心里边很不喜欢毛福梅的梅文化 婚后没过两年 蒋介石呢 离开西口去凤化县 县城上学读书 他就带上妻子毛福梅一块去了 为什么带上妻子去啊 第一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蒋介石已经习惯了毛福梅 对他无微不至的关照 觉得这个方面是无人替代的 另外一方面是关键 蒋介石听说凤化县城办了女子学堂 许多大家闺秀都在读书 他认为他的女人不该落在其他人之后 也应该学文化 就这样 1903年9月21岁的毛福梅开始了他的蒙童生涯 当时毛福梅所在的班里边大多数是七八岁的小孩 虽然他觉得跟一群小孩一起上学确实有些尴尬 但是为了不拖丈夫的后腿 他是壮着胆子厚着脸皮坚持了下来 毛福梅啊渐渐是习惯了蒙童生涯 若能坚持数载必有成效 谁承想 由于性格顽劣 蒋介石本人很快就因为闹事被赶出了学校 没办法 毛福梅呢也只能中途辍学 就跟着丈夫走吧 专心照顾丈夫呀 这是从小受的教育和影响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906年 这一年蒋介石受到反清思潮的影响 彻底不上学了 他跟母亲王彩玉和毛福梅说 他要去日本的军校留学 准备学成回国干一番革命事业 当时革命党人被很多人认为那是不务正业呀 所以王彩玉坚决反对 可是毛福梅却很支持丈夫的决定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嘛 这就是三从四德对吧 他认为只要蒋介石有上进心 能干出一番事业总是好的 就这样蒋介石正式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我们站在毛福梅的角度来看 本意是好的 判夫上进嘛 典型的贤良淑德贤妻思维 但是我相信 如果毛福梅能够预知后面发生的一切 他绝对不会愿意丈夫去留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的蒋介石虽然顽劣 但是好歹能够每天陪在他身边 可是自打留学之后 不仅上学的时候见不着人 就连每年的寒暑假回国了 蒋介石也不回家 去哪了呀 去了上海 通过几年的学习 蒋介石见识不断增长 事业野心嘛 也逐渐膨胀 他认为上海这个花花世界 更能够让他事业发达 能够实现个人理想 所以寒暑假时间 他都会在上海混迹江湖 找机会结交更多的人脉 蒋介石在上海混迹的时候 毛福梅只能待在家里边 祈祷丈夫早日学生归来吧 可是蒋介石每次回家 都只是回家小住几天吧 而且对毛福梅极为冷淡 这让毛福梅难免在心里边 积攒了不少的怨气 这种情况一连持续了好几年 后来就连蒋介石自己的妈 都看不下去了 就婆婆看不下去了 亲自带着毛福梅去上海 找蒋介石去了 这才让夫妻俩重新过上了 在一起 一张床上歇息的这样的生活 同床共枕 那这之后没多久呢 毛福梅就怀孕了 生下了蒋介石 这也是蒋介石 唯一的一个亲生的孩子 可就算如此 毛福梅与蒋介石的夫妻关系 也没能得到改善 就在蒋经国长到九岁的时候 毛福梅迎来了一个晴天霹雳 什么事啊 这一年蒋介石提出 这日子没法过了 咱们离婚吧 他是蒋介石原配 痴情一生为何两次被离婚 他性格倔强 誓死捍卫婚姻 会怎样让蒋介石束手无策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了 蒋经国九岁的时候 蒋介石突然提出 要跟毛福梅离婚 那原因在何呢 原来这些年蒋介石 在上海混得并不怎么样 虽然他参与了 反对袁世凯的暴动 在南方是小有名气 同时呢 他也通过好友陈其美的介绍 认识了孙中山 但是他没有政治背景和经济地位 总是被其他的将领排挤 这个时候蒋介石就开始反思了 怎样才能提高 我自己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地位呢 思来想去 他把目光盯到了发妻毛福梅身上 当时蒋介石在上海 接受了不少革命人士 家里经常会有客人前来 这种情况就需要身为主妇的毛福梅 出来好好的应酬啊 毛福梅呢 也想把客人应酬好 给丈夫加分长脸 可是他之前是长期在农村生活 根本就不懂得大上海 是如何应酬的 再一个他又没文化 连放个唱片都不会 可想而知 每次客人一来家里边 蒋介石那脸上能好看得了吗 据说因为毛福梅拿不出手 上不得台面 蒋介石多次对他大发雷霆 吵得最凶的时候 几天都不进房门 你说这事闹得 毛福梅呢 当然心里很委屈啊 蒋介石呢 心里也委屈 你说我这个婆娘长得不咋地啊 上不得台面 不懂社交礼仪 对于我的事业发展 那简直半脚石啊 你说你做不了我的垫脚石 你也不能成为我的半脚石啊 我以后还怎么办嘛 想来想去 蒋介石决定付诸行动 1919年的一天 蒋介石以侍卫的身份 陪同孙中山到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家里做客 张静江给孙中山介绍了一位朋友 谁呀 一个名叫陈杰如的姑娘 据说当时陈杰如穿着民国流行的女学生装 显得是既清纯又时髦 一下子就把蒋介石给迷住了 后来张静江又介绍说 陈杰如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富商之家 从小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还有十分进步的革命思想 这下蒋介石 那就是腊月里的萝卜 动了心了 而且陈杰如面对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 不仅毫不怯场 落落大方 对答如流啊 你说这不动心能行吗 又漂亮家世又好又有文化 而且陈杰如面对孙中山这样的领导辛亥革命的巨头 革命巨头级的人物 毫不怯场 落落大方 对答如流 蒋介石当时就明白了 脑子嗡了一下 我知道了 这才是我真正的良配呀 娶到了他 他不谈幸福啊 他想的是必定有助于自己的事业发展 你看这个人就知道了 到这个时候想的还是自己的事 性情良薄 薄情寡性 这一点是一定的了 那么想透了这一点 蒋介石就对陈杰如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啊 而他一追求 这种感觉啊 有一种感觉就愈发的强烈 他的原配毛浮眉 那简直就是借用郭德纲的一句话来说呀 叫人比人得死 祸比祸得扔 这实在看不下去了 眼睛里就容不得他了 大大的一块绊脚石啊 那么陈杰如的母亲得知了蒋介石在追自家女儿 就派出了私家侦探去查蒋介石的点 一查就发现蒋介石年纪大 当时已经三十多了啊 比当时十四岁的陈杰如那大太多了 十四岁 哇呀 这蒋介石也真敢想啊 而且蒋介石的事业还干得一般般 更关键的是这是一个已婚人士 这么一查 他当妈的当然就准备果断出手 阻止女儿跟蒋介石交往 那么结果呢 蒋介石听说自己被调查了 一边赶紧请张静江去陈家说情 说自己跟孙中山干革命 事业以小有所成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另外一边呢 他就着手准备解决自己的这个已婚人士身份问题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 因为在那个年代 如果妻子没有做出不孝顺公婆 不生育子女这类事情啊 古代有个说法叫妻初嘛 有七种罪名 七个条件 必须在这七条之内 你才可以修掉自己的正妻 否则的话 男子不可以随便修妻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顺利修掉毛福梅呢 没等蒋介石想出个头绪来 他就接到了母亲王采玉病重的消息 等他赶回老家 一边照顾母亲呢 一边就琢磨 怎么要修掉毛福梅 终于有一天他想到一办法 他写信给毛福梅的哥哥说 他现在跟毛福梅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因为他一看到毛福梅的影子 听到毛福梅的声音 就会头疼 会受到巨大的侧疾 而毛福梅看到他呢 也会性情大变 怎么说呢 就会变成类似于那种 泼妇骂街 甚至要动手的样子 所以他恳请毛福梅的哥哥做做工作 让毛福梅同意离婚 这样大家都不痛苦 不知道您听了这个理由 做何感想 我觉得其实变得还蛮敷衍的 随便找一个就是过不下去了 两个人面对面看着就火气大 这什么理由啊这是啊 当然了 他如果能够自圆其说的话 这么一个理由还是蛮充分的 你怎么过嘛 两个人相看两眼 一照面就得打起来 当然没法过来啊 换其他人或许就答应离婚了 可是他没想到 毛福梅平是性情非常温和 到这个事情了 倔强起来了 可能那人家一辈子 也就执着这么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的旧式的女人嘛 除了婚姻 是吧 这个不能破裂之外 什么都能忍 他怎么都不肯答应 不仅如此啊 这蒋介石自己的母亲王彩玉 甚至是镇上蒋家的亲友 也都强烈反对他们离婚 这可把蒋介石给击坏了 我还上赶着要去追陈杰儒呢 没时间 你们这不是阻碍我事业发展吗 不行 我这回我非离不可 于是等到两个多月之后 蒋母王彩玉去世 办完葬礼 蒋介石又在家族会议上 拿出了一封信 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儿子蒋经国的 但是本质上却是一封 写给毛福梅的修书 里边怎么写的呢 写的是 于藏母寄毙 为人子者 一生之大事已尽 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 更无其他之卦系 于今于儿等生母之离异 于以后之成败生死 家庭自不至因我而再有波勒 怎么样 文笔还是过得去的 文采不说斐然吧 至少文理清通 理由特别充足 是为了追求革命事业才离婚的 是为了你们好 不想连累你们 这番良苦用心 估计连他自己都感动了 感动半天 可是效果怎么样呢 这个修书并不符合当时的法律 关键是蒋氏家族不认 不仅整个家族默认毛福梅继续住在蒋家老屋 封号房里 在族谱上也没改 毛福梅仍然是蒋介石的正房大太太 这一下蒋介石没辙了 行 你不肯走是吧 反正修书我已经写了 我已经单方面认为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不管你怎么想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于是他就找到陈介如 坚称自己已经和毛福梅离婚了 为了让陈介如相信自己 蒋介石都准备断指明治了 这样才勉强让陈家同意把女儿嫁给他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蒋介石还不顾三年守丧期的规定 在母亲王彩玉去世的当年12月 就在上海与陈介如举行了婚礼 按规定蒋介石还要带陈介如 回到西口镇老家再办个婚礼才行 可是问题来了 绝强的毛福梅还在蒋家老屋里住着呢 这要带陈介如过去 那火星撞地球啊 要出大事啊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就看出毛福梅到底有多么爱蒋介石了 或者说 多么讲究旧式的婚姻那种对丈夫的顺从了 他听说陈介如长得好看 又念过书 在事业上可以帮助蒋介石 居然就甘心情愿接纳陈介如 据陈介如后来回忆说 毛福梅见到他之后 第一句话便是 我欢迎你来 今天你来到了家 这是我们的幸运日子 愿你给这个家带来大大的福气 后来毛福梅 他还为蒋介石和陈介如主持了婚礼 又给他们准备好了祭品 给去世的母亲王彩玉上坟烧香 据说毛福梅不仅为蒋介石和陈介如筹备婚礼 就连他们出门游玩 也静静地陪伴在策 然而尽管毛福梅如此之宽容 可是命运就像是有意在跟他过不去一样 七年之后 蒋介石竟然第二次提出要跟毛福梅离婚 而这一次蒋介石不仅要让西口镇的人都知道 更要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原来蒋介石与毛福梅离婚之后 靠着陈介如家和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的支持 逐渐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成为了国民党内颇有实力的人物 而在这个时候 他也结识了后来帮他功成名就的女人 那一位大名鼎鼎的宋美龄 1925年前后 蒋介石开始疯狂追求宋美龄了 还记得我刚刚说吗 他准备疯狂追求陈介如 这里又疯狂追求宋美龄 而且铁了心要娶她为妻 可是宋氏家族是基督教徒啊 要求必须一夫一妻制 怎么办 蒋介石再次策划了一场单身计划 首先他哄骗陈介如远赴美国 还登报声称陈介如只是测试 并没有夫妻关系 接着他在1927年8月回到老家西口镇 再次提出要跟毛福梅办理正式离婚手续 尽管毛福梅再次表示强烈反对 但是以蒋介石当时的地位 蒋氏家族中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 帮助毛福梅说话了 失去了蒋氏家族的支持 毛福梅毫无办法 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 毛福梅提出 只要蒋介石让他以后继续住在封号房 离婚不离家 他就同意离婚 因为他觉得能够继续住在这儿 那在外人看来 至少在那乡下的族人看来 他还是蒋家人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悲情的女人 所能做出的最无奈的妥协 而对于毛福梅这点可怜又执着的要求 急于和苏美龄达成政治婚姻的蒋介石 最终是同意了 等毛福梅签完离婚协议书之后 蒋介石立刻就在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 公开刊登了一则蒋中正家世启示 说明他与毛福梅是正式离婚了 原文是这样说的 我给你念想 自中华民国十年四月三日 发此离婚书后 给予毛福梅永生断绝夫妻关系 你听这话说的啊 连复婚的可能性都没有 永生断绝 至此蒋介石终于是摆脱了痴情的毛福梅 或者说吧 这个忠于旧事的观念的毛福梅吧 成功的赢取了宋美龄 而他呢 也很快就在宋家的支持和帮助之下 获得了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 毛福梅家的势力不如陈家 陈家又不如宋家 一步一步的蒋介石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从此之后 世人只认夫人宋美龄 再也没有人想起蒋介石的原配毛福梅了 当然还有一个人肯定是出外的 谁那就是毛福梅怀胎十月生下的儿子蒋经国呀 1935年正在前苏联留学的蒋经国 在当时苏联的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文章 文章的名字叫做 为母亲的一封信 此文一出 全世界未知轰动 那么在文章当中 蒋经国又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他作为原配命运悲惨 作为母亲却充满幸福 儿子蒋经国为母发生震惊世界 能够挽回母亲的婚姻吗 毛福梅去世以后 蒋经国又为母亲的名分 做了哪些努力呢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了 1935年蒋经国在前苏联真理报上 发表了一篇轰动世界的文章 叫做为母亲的一封信 文章里到底写了什么呢 来我们再念一部分 他回忆了当年自己年幼的时候 看到蒋经时对毛福梅动手 他写道 母亲您还记得吧 是谁殴打您 抓住您的头发 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 那不是他蒋介石吗 这是嘴说礼仪廉耻的 他自己的真面目 我写到这几行文字时 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 胸中燃起对仇敌的愤怒和痛恨 恨不得将这样的仇敌 马上驱逐 为了给母亲抱不平 蒋经国将父亲形容为仇敌 可见他和毛福梅的感情是非常之好 当然了 儿子和亲妈感情能不好吗 虽然这篇文章更多是在发泄情绪 无法挽回父母的婚姻 可是在当妈的毛福梅看来 儿子能够冒天下之大不为 公然力挺自己这个母亲 已经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 1937年蒋经国带着妻子蒋方良和儿子一起回国 来到老家西口镇看望母亲毛福梅 毛福梅呢 没有向蒋经国哭诉自己的不幸 一辈子看中名分的他注意力只放在一件事上 什么事啊 他得知儿子和媳妇在前苏联结婚时没有举办婚礼 他就坚持要给儿子媳妇补办婚礼 而且要按照旧式婚礼的仪式来办 毛福梅让人给蒋经国赶制了长袍马挂 让新娘蒋方良戴上了凤冠侠配 在家中举行了隆重的拜堂仪式 仪式上毛福梅跟已经离婚的蒋介石 并排坐在太师椅上 接受儿子媳妇三拜九寇的大礼 这个时候的毛福梅是幸福的吧 他喜气洋洋的望着儿子媳妇 嘴角露出了少有的或者说久违的笑容 可惜啊 这种幸福并没有持续太久 两年之后的1939年 就像咱们节目开头看到的那样 毛福梅死于日本人的飞机炸弹之下 儿子蒋经国悲痛欲绝 发誓要以血还血 而曾经的丈夫蒋介石呢 却下达密不发丧一切从简的 三大指示 在国民党官方的说法当中 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呢 主要是为了避免毛福梅的死 成为日本人的宣传材料 可是国民党内不少人都知道 这期间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蒋介石 怕大肆为毛福梅筹办丧礼 会遭来现任宋美龄的不满 当时蒋经国要给母亲树墓碑 就在如何写毛福梅身份这个问题上 父子俩就又产生了新的矛盾 这时候蒋经国呢就准备给他生母下葬 吴志辉这时候就来呢帮助他做这件事情 蒋经国当时呢就为这个墓上面提的是这样的字 就是蒋子经国生母 那吴志辉看了以后说这样不行啊 说一般在那个时代如果写什么什么生母的话 通常是指妾的 你母亲可不是妾 你母亲是夫人 你母亲是她的正牌子夫人的 吴志辉呢就他自己来写的先比毛太夫人之母 其实这一下子呢就把毛福梅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写清楚 吴志辉的修改蒋经国很满意 但是这种描述呢最终还是被蒋介石改为 先比毛太君之母 将夫人一词用太君来代替 太君这个词呢明显就不如夫人二字 更能体现毛福梅原配的身份 所以蒋经国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多年之后他在修订蒋世家谱的时候 又特地为母亲立传 将他写为祖母王采玉的义女 也就是将他一直视为蒋世家族的一员 而且是重要一员 至此蒋经国才算为他苦难的母亲 完成了一辈子都在守护执着的夙愿 故事说到这儿就会要结束了 回顾毛福梅的一生的确悲情唏嘘啊 我们不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有没有后悔过跟蒋介石坎坷的爱情和婚姻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在蒋介石晚年亲手书写 并进入国民党档案当中的自传要件里 在妻妾一栏当中毛福梅的名字赫然与宋美玲并列在侧 而与蒋介石有过七年婚姻关系的陈杰如 却并未被记入这份自传之中 至于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已经无从考证 私人已逝了 是永远的谜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我们栏目的官方抖音号和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团习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